大家好 我是蕾蕾 我今天要幫大家示範的是甜派皮 那在我書裡面呢 我有講到一個法國的最基本的工夫 就是有一個甜派皮 一個鹹派皮 一個千層派皮 那甜派皮的部分呢 其實它很容易做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會問我說 甜派皮它做起來的口感 為什麼跟我不太一樣 那剛好今天我們家要做甜塔 所以我就順便示範給大家看 我的甜派皮的做法是怎麼做 那關於詳細食譜比例的部分呢 那就請大家參考我的新書法國甜點家中出爐的書裡面 有詳細的食譜比例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做 我這邊有麵粉 然後有糖 我通常的做法就是 我會先混合在一起 然後過篩 但如果你不想的話 你直接做其實也是OK的啦 那我會就先把它過篩 為什麼要過篩呢 過篩就是因為通常我們在做的時候啊 可能我們的麵粉或我們的糖粉 放太久的時候會結塊 那結塊的時候呢 過篩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在過篩的過程當中 你會有時候會看到一些雜質 然後一些碎片 其實我不太知道有時候麵粉裡面 它會有一些雜質在裡面啦 我是說真的 所以我覺得過篩的動作可能會 比較稍微做起來 爬皮會稍微細緻一點點 那你如果覺得 過篩這個動作太麻煩呢 你可以不要 那你就 你可以不要過篩喔 那你就直接用手在你的鍋子裡面 把那個糖粉跟 糖粉跟那個麵粉 把它弄均勻攪拌碎 然後把那個顆粒狀全部給 顆粒狀全部給壓碎就可以了 好了 那你看喔 你看這個有顆粒 那你就把它壓碎 好 壓碎之後呢 我說有奶油 剛從冰箱出來的奶油 其實過篩過後的麵粉啊 跟糖粉混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質感會變得很柔順 所以我個人就喜歡用過篩的方式 然後因為手啊 在麵粉裡面攪拌那個 用手去攪拌麵粉跟奶油那個手感 其實還蠻不錯的 就這樣子 有沒有 嗯 如果你想說用手做 很麻煩啊 如果你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食物調理機 食物調理機 好像是 台灣叫食物調理機 有那個可以攪麵粉的 你就把它放到裡面 讓它去打一打 就可以 就不用用手 但我個人比較喜歡 就是享受那個 製作的時候 食材跟手接觸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還是習慣 比較喜歡用手 那我現在這個動作呢 我現在這個動作是在把那個奶油啊 把跟奶油混到麵粉裡面去 就這樣子 握起來 戳開 握起來 戳開 握起來 戳開 其實法國啊 法國的超商裡面啊 很多的超商裡面都有在賣那個 現成做好的派皮 就是方便 有一些家庭裡面啊 有一些家庭他們 他們會需要 做買一些現成的 我試過好幾次 吃那個現成的派皮 顯然沒有很好吃 可能我們家人也不太喜歡 所以我還是 就是自己做 而且做千層 除了千層派皮比較麻煩之外啊 做鹹派皮或甜派皮 它其實不太浪費時間啦 我個人覺得 那你就做好 你可能就是 我覺得 你可以一次做好幾個起來 如果你們家有食物調理機更好 你就麵粉啊 糖啊 牛奶 麵粉 糖 蛋 跟奶油 用在那個食物調理機 讓它打一打 然後 秤好 秤好每一個份量 然後用保鮮膜包起來 放冷凍庫 要用的時候呢 再拿下來退 退好的時候 大概 差不多時間就可以拿來做甜點了 所以其實我個人覺得 做 做 塔皮這種東西 好像也沒有很浪費時間 當然啦 對如果是上班族來說的話 你就浪費時間 但是如果是上班族的話 那我就建議去買個食物調理機 會比較好 你就全部交給食物調理機 讓它打麵糰 打一打 打一打 你就出來分類 然後先膜包起來 放冰箱就好了 不然你完全不會用手了 不要浪費時間 因為那些食物調理機再幫你打 當你吃過自己做的那個 甜派皮之後啊 你就會回不去了 真的 你就會覺得 還是自己做的派皮比較好吃 我每年的派皮的食譜都會在做修改 就是因為我會不斷的嘗試 不斷的試做 然後找一款就是 我喜歡 我家人也喜歡的派皮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應該會有 我已經有三四種不同的做 不同食譜比例的甜派皮的做法 那不管是哪一種 哪一種食譜比例啊 做法都是 幾乎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樣 就是像我現在在做的動作 都是一樣 那過一陣子呢 如果大家 把甜派皮做得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可以來學另外一種 派皮的做法 在法國經常 經常會使用的一種派皮的做法 但那個派皮呢 那一種派皮也比較容易軟 但它烤起來風味當然是比基本的派皮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這個基本派皮風味還要再好 可是呢 就是會稍微比較軟 也比較難控制一些 如果這個你們可以控制得好的話呢 如果控制那個 另外一個甜派皮就沒有問題了 看我現在揉的時候 我還是有摸到那個奶油 你們想說 那一定要揉這麼細嗎 嗯 看個人喔 看個人 我覺得這種東西它沒有絕對的 就是我個人覺得OK的 你不見得覺得OK 那你覺得好的東西 我可能會覺得對我來說 我的標準可能還不夠OK 所以我覺得 不要以我的基準為基準 你們是於你們自己的口感 你們自己喜歡的做基準 好 那我們現在好了 我們現在打一塊蛋 那蛋的部分呢 打進去之後 你用手指頭 先把蛋黃錯貨 然後這樣轉 一直轉 我現在開始慢慢地 試著拍一些 就是很基本 很基本的那個袋子 然後給大家看 就是你在製作上會有一些問題的話 可能可以幫助你一些 但是我不會講比例 我也不會 講一些很無聊的大道理 我就是示範給你看大概是怎麼做 因為大部分人會出的問題 可能就是在製作的部分 那你可能就是要用心看製作 看怎麼做 然後 所以 你看完蛋子之後 就不要再問我說食譜 食譜的比例 你剛剛的那個動作啊 蛋黃錯貨了 一直轉 一直轉的動作 一邊轉的時候 一邊把那個麵粉攪拌進來 你不要蛋一進去 然後用手整個大火 蛋打進去 然後手開始麵粉大貨 大貨的時候 這樣一個壞處就是 你的派皮吸收這個蛋黃啊 會不夠均勻 因為蛋黃有蛋白嘛 然後蛋白還沒有攪散之後 你把它和在一起 它就會不均勻 我現在教的做法 都是基本一般的法國的甜點店 跟麵包店在做的做法 所以 大家就不要再問我為什麼 好不好 你們就看我這樣做 你們就這樣做 那你如果覺得我這個方式不喜歡 你們可以再上網去找 另外一個你喜歡的方式 所以我也沒辦法解釋出為什麼 我大概可以告訴你 這樣方式的好處在什麼地方 那台灣製作派皮呢 跟法國會有點差異性 法國很乾 台灣也很乾 台灣的乾是 台灣的夏天啊 做派皮我經驗 我個人的經驗 就是 我在法國用的比例啊 在台灣可不太適用 你可能要再多加一些些 因為你放進去之後 它馬上 你可能蛋啊 或牛奶 或是水 放進去你的麵粉裡面之後呢 你的那個水分馬上要被空氣給抽乾 所以在台灣做派皮會稍微燒乾了一些些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看你手的手感 以你的手感為主 做東西啊 我要再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做東西啊 沒有一次做就是成功的 真的 包括連我做派皮都是 所以大家不要求第一次做就會成功 像我一直在講手感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沒辦法解釋給你 沒有辦法解釋 我只能解釋個大概 那你能夠意會 就是剩下意會的部分就是 必須靠你動手做 一定要動手做 你才能意會我剪的 那你如果沒有動手做 就是一直問我 然後你其實感覺不出來 你沒有辦法感受到 因為你沒有動手去做 你沒有動手去做的時候 你就感受不掉 我所說的什麼叫做手感 觸感的問題 什麼叫做濕度 什麼叫做柔軟 我是認真的啦 因為這是我做甜點多年來的經驗 我也教很多學生 在我的Facebook裡面也有很多我的學生 所以學生通常做了之後呢 他們會跟我討論 我還是會跟大家討論 那討論過程當中呢 大家都很清楚會問我說 怎麼做 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會副照片 詳細 詳細整個做法 所以 如果你真的做了之後呢 你有問題你要問我 請你千萬不要 都跟我講說 為什麼我都會這樣 為什麼我都會那樣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是神 而且我也不是土地公 也不是土地婆 我不能猜 所以你要問我的時候 你派皮做好了之後 如果你真的有問題 請你 請你把你的做法 你先思考過一遍你的做法 你的做法跟我有沒有不一樣 那你如果是拿別人的食譜 然後用我的手法去做 做出來跟我不一樣的時候 用不能來問我說 為什麼我都跟你不一樣 因為你的食譜的比例跟我 已經不太相同了 那有時候 我們可能會看食譜書的時候 會疏忽 會漏看 所以做法就會不太一樣 所以當你們要問我問題的時候 盡量就是可以先去思考一下 你的做法跟我的書的做法 有沒有不一樣 如果呢 如果呢 不一樣的時候 就不用再問我的 真的 那如果一樣的話 你還是做出來會有問題 你就可以寫信來問我 或在FB18私訊問我 然後一定要附照片 不然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好 你看我就這樣子 看清楚我好了 有沒有 那我們現在把它螺成圓圈 你看這個就這樣濕 這樣的狀態是很漂亮的 有沒有 看到沒有 這樣狀態的派皮它真的很漂亮 看到沒有 它很美 好 做好了 又把它用保鮮膜包起來 好了 那我們把它放到冷藏室裡面去 大概放多久呢 如果 譬如說你下午要製作甜點 你就大概 碰到下午要用前的45分鐘把它拿出來退 然後把它擀平 拿進去烤箱卡 這個就是我的甜派皮的示範做法 這就是我的甜派皮的示範做法 14分鐘